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鑽書活動開始之後 馬上吸引許多大小朋友 甚至連外鄉鎮的民眾 也來找尋適合自己的讀書 因為種類繁多 從旅遊、科學、休閒、文學、兒童 甚至連參考書都有 難怪讓大家有著尋寶的驚奇 因為原本是要幫妹妹來跳 看看有沒有旅遊書 那目前的部分 可能都已經被人家調完了 所以選一個自修日語 所以表示說你對日語有興趣 對 所以今天有沒有覺得挖到寶 有啊 在這邊的話 就是可能你平常沒有想特別去找的書 但你可能會有興趣 然後剛好看一看 有一點挖寶的感覺 管理方面的書籍 就想學一些相關的知識這樣 十本 大概內容 大概內容就是 美容之類的或是讀的書這樣 我覺得很棒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免費 都用手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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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今天為什麼想要來選書 喔 因為我們說這裡蠻多書 然後應該會 因為我以前喜歡看漫畫 小說類的 對 然後想說可以來看 來挑這樣 所以今天有沒有鎖定什麼樣的種類 呃 沒有耶 就是管範圍的看一下這樣 正麗讀書館表示 為了好書繼續典藏 所以從去年開始舉辦證書活動 藉此延續書籍被閱讀的生命 所以歡迎大家要趁早來 因為書量只有1500多本 我們每年都會有編列預算 然後購買新書 所以我們這個當然別的圖書館的做法 可能不像我們這樣正月那個讀者嘛 然後可是我們從去年辦以來 我發現大家反應非常好 然後我們每年的書幾張大概可以 釋出的大概1500本左右 範圍內容 範圍內容是一般的 還有參考書同書都有 十大列都有 所以很適合所有大小朋友都可以來 對 都要自己編長就對了 只要喜歡閱讀的大小朋友 都歡迎來這邊挖寶藏 正書活動到7月30號截止 其中27號修館不開放 一位民眾一天可免費索取五本 歡迎大家踴躍來參與 培養閱讀 營造書箱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